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即国家联合典藏中心 坐落于台南新营区的核心 临近嘉乙离交流道仅五分钟的车程 它将落脚于北台南义文小镇 年轻人说最好的图书馆来 鼓舞我们回乡奋斗 新人说新来的就会赢 未来持续迎接创新城市 成为知识交流的枢纽 从纪念性到一个开放学习的大图小镇 还有图书馆 典藏中心 及结合社区自然环境的公共设施 各种知识的盒子 由核心解放出来 一条主街从南到北连接社区 这是蔚来图书馆的蓝图 保留新营著名的阿伯勒大道 和大部分树木 知识小镇依环境资源分布各空间 包含了自动化典藏 典藏中心 博物馆 演讲厅 图书馆 以及育城中心 本建案新建将历史1200天 未来 从金华路入口方向 望向园区 一片森林掩映当中 知识的盒子将浮于灵梢 由生态园区望向图书馆 及典藏中心 向南可远眺台南市天际线 由长龙路口回望 图书馆与环境融为一体 太阳能天棚下的空间 既窗能又节能 让读者再次舒适看书 沿着典藏中心的阿伯勒岛道道 将成为北台南引游亮点 金华路绿带延伸至南边入口 引领读者前来 可由无障碍坡道或阶梯而上 进入穿堂 来访者可观赏ASRS 自动化书库系统 去玩书操作 穿堂另一端是图书馆的主要路口 首先一路眼帘的是知识之境 接着是通透的阅览区 活泼的儿童阅读空间 充满创意家具的青少年区 从园区北侧阅读立面上的书签设计 这是首座最大的国家联合典藏中心 将点唱全国珍贵文献 多层次的半户外越南区 保存原有之灾 与周围环境融合 穿越中庭的秘密花园 进入书的一身博物馆 参观国家级的编修技术与历史 设有书籍实验室 特藏文献库 以及提供出版印刷 及修复记忆的展示空间 森林中的国际会议厅 提供南部文化交流的舞台 图书馆内外皆可提供 阅读及研究的书室环境 开启全国首作智慧化的图书园群 以循环经济的实践 成为低碳园区的示范 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 即国家联合典藏中心 2025年在此与您相见